每年的报税季节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采取防疫措施 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前 打起帐篷管制人流 同时避免天气炎热 让报税民众等候过久 而必要的防疫是为了保护民众 也能够提供报税的服务 我们有室内跟室外的人流管制 所以说我们当民众恰办业务的时候 我们原则上会先确定他的取号状况 如果室内人数已经超过了30人的话 我们会请民众在室外做等候的地方 那等到我们依序当里面的民众慢慢的消化 我们会再引导所谓的户外的民众 到我们的室内等候区去做等候 那尽量让民众不要所有 就是有群聚的关系 能够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也为我们的防疫尽一份心理 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内 采取兼格式的座位安排 拉出安全的防疫距离 服务柜台前加装透明塑胶当隔板 也因为防疫的关系 原本五月份的报税季 延长到六月三十号 并且因为疫情造成了百业萧条 被迫减搬或是公司裁员 民众的资金不如以往宽松 如有缴税困难 减据文件证明 无需加征质纳经级利息 可以在我们的财政部公告 展研的申报缴纳期限到六月三十号以前 检据相关的申请书 还有证明文件来做一个申请 那展研的部分最长可以一年 那分期缴纳的部分最长可以分三年 也就是三十六期来缴纳 然后不受一纳税额 那个税金的限制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 然后这个部分也不会收自纳金 也不会收自纳利息 另外有关退税部分 纳税人如在六月一号前完成网络申报 税额试算或是语音回复 从往年七月底提前到六月三十号 帮助纳税人获得更多资金运用 并且以账户直接退税 加快流程减轻经济的压力 记者林立吴志恒 半桥报道